由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科技部共同主办的行政院第十一次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东区预备会议 十日六号是在花莲市的芙蓉大饭店举办 也邀请到了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的彭启明总经理 发表运用数位科技打造创新包容永续的台湾社会专题演讲 运用科技来带动产业升级转型 深化人文的素养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并且打造安居的生活环境 实现共生共荣的循环永续社会 由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科技部共同主办的行政院第十一次全国科学技术会议 十六号是在花莲市芙蓉大饭店举行 为了因应社会科技经济环境以及政治等五大面向挑战 这次会议讨论方向规划为四大议题 人才与价值创造 科研以及前瞻 经济与创新 安心社会以及智慧生活 其能紧扣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课题 我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的成果 我毕生努力的成果 科技部才给我那么一点点的经费 我干嘛要open data 我干嘛要open science 这个其实对于学术界是一个大铁板 我们过去这几年提醒建议的其实很困难 但是呢其实范范的很多的学术老师其实都很知道 我们的学术论文有些是假论文 很多的比如说你如果要投到natural science 你必须把你的data submit的出去 excel file 你可以download别人的data来比较一下 这其实是已经很大的改变了 open science 欧盟呢也相继的在推出很多的准则 那这个开放资料呢其实是就尽量很开放出来 然后呢我们现在国发会呢大概有四万七千个dataset 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术的老师 其实都是拿这个open data在做 当然open data呢现在的量是非常量的多 我成长的很 展望未来政府将持续培育科技人才 应用科技带动产业升级转型 算化人文素养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以打造安居生活环境 实现共生共融的环境永续社会 记得继续华春导 我们下期再见